快看,不要怀疑,这是用AI生成的影片 嘿,我是人者妈妈,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我们今天要来讲Hyper 它是一个很适合将你真人的图片转成影片的AI工具 首先,进入它的网站,用Google账号登入 登入之后,第一个看到的是它的探索页面 这边有很多别人的作品可以欣赏 再来,如果你想要透过这个平台增加曝光机会 可以在这边投稿 入选后会出现在刚刚那个探索页面 下面可以放上你的社群媒体连结 包含X,Twitter,Instagram,YouTube,TikTok,小红书 Hyper保有审核的权利,时间大约两周 在自己的作品标注官方,可以让官方的人员更快找到你 最后,当然就是要注意肖像权跟音乐版权的问题 还有政治、宗教、暴力、色情都不要碰,这是尝试哦 再来进入创作页面,有四个选项 文字生成影片,图片生成影片,影片重绘功能,影片扩张功能 影片扩张功能目前还没有开放使用 如果需要影片扩张功能,可以先用Pika 1.0 它也有这个功能 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点选文字生成影片 在这边输入你的内容 上面有一排风格提示选项 直接点选,它会自动带入提示词 在这边选择要不要公开 在这边选择影片描述及长宽笔 最后按下生成就可以啰 文字生成影片的功能,一般比较适合用在空镜头的生成 用在过长或是当背景使用很方便 再来,点选这边就可以回到之前的选单 这次选择用图片生成影片 上传自己的图片,填入提示词,也可以不填 不知道怎么填提示词,就填当初图片生成时的提示词 我个人很懒,第一次都先不填提示词 会先看后续生成结果,再决定要怎么调整 因为我最理想的AI工具,是我上传图片 他就能分析出内容,然后给我适合的结果 他这边比较好的就是,可以选择要不要公开 像leonardo.ai如果是免费账户,就没得选择,都会公开 这边选择影片时间,然后按生成就可以啰 右手边这一排可以看到之前生成的影片 如果想要删除不要的影片 或是变更是否公开的选项,可以点选这里 如果对影片不满意,想要重新生成 可以点选这里 如果想要在这部影片的基础上加入其他的提示词 再生成,可以点选这边 如果想要对影片做局部重会 可以点选这里,然后再点选这里 然后移动滑鼠点选你要修改的地方 它会自动侦测 没有选到的部分,你可以透过加号点选 想要取消被选取的部分,可以透过减号取消选取 选好之后,在这里输入重会部分的提示词 这里还可以选择风格 它会自动带入提示词 以我这个例子来说,我是变更它的背景 从花海变更到海边 虽然结果没有错,但是它自动转换了风格 所以还是有一点不稳定 再看这个例子,我把小朋友手上的礼物换成花 结果也是OK 只是影片局部重会之后,影片只有2秒 我原本生成的影片有4秒 你现在看到的影片后面2秒是我用回放剪接回来的 看后面的背景就可以看出来 另外因为礼物跟花的形状差异比较大 变成花的这边,下面还是有一点礼物的餐饮 点选这边可以看到影片生成的提示词 以及seed值 seed值是作为产生初始影像网格的起始点 如果使用相同的seed值和提示词 会获得相似的影片 注意是相似不是相同哦 因为AI演算就像打麻将 现在手上的牌是这样 策略A是最好的策略 但是下一秒摸了另外一张牌进来 变成策略B才是最好的策略 演算法就是这样 一直根据使用者的资料在改变结果 所以你用相同的seed值加上提示词 也只能得到相似的结果 想要让角色固定下来绝对不是一张张生图 一定是透过训练模型 我们之后的影片会继续讲这类的工具 还会讲两个角色一致的部分 想知道的同学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演算法才会把你想要看的内容推荐给你哦 接下来这是官方提供的提示词建议 关于镜头滤镜还有如何提高影片品质的部分 不用抄这个点选More FAQ 它会开启新视窗 左边这一排最下面的FAQ里面有写 直接复制贴入提示词就好了哦 好讲了这么多 那这个AI工具到底好不好用呢 测试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认为它目前比较适合你真人 接近真实人类场景的部分 发挥的比较好 至于卡通人物的部分 它的问题跟PicaLabs的状况一样 人物会扭曲跟不稳定 但是它目前没有地方可以填复项提示词来控制这一块 PicaLabs至少还可以透过复项提示词来控制这一块 但偶尔又会有不错的表现 像这个例子 这是用小朋友的手绘稿 画在纸上拍成照片的那种手绘稿 在Leonardo用图生图生成的 左边这个是用Leonardo的Motion生成的影片 右边是用Hyper生成的影片 它还有一个蛮好玩的地方 就是风格可以选择乐高风格 选择影片重绘功能 上传自己的影片 点选乐高风格 自动代入提示词 按生成就可以咯 好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